耳朵大的王康美55岁了 到了退休的年龄 这天单位沈阳铁路局给光荣退休的职工们 进行了欢送会 老王带着光荣的牌铁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退休下岗每个月收入少了一半 老王的爱人是一个病号 开销还挺大 跟往常一样 老王亲自负责爱人的一日三顿营养大餐 你看晚上水产 中午肉勤 早晨你看这 这茬 花生米 鸡蛋 有没有素贵的这边 给我们并管一个标准吧 他爱人让女儿女婿回来一趟 让老王跟有钱的女婿提一下 钱的事情 希望得到女婿的接济 女婿少喝一顿酒的钱 就够病号在医院待上两个月了 他爱人知道老王好面子 开不了这个口 就说是他自己的意思 晚上给爱人送完饭菜回家 老王去了开网吧的老友那儿 吃了方便面 跟老友聊起自己退休的事情 表现得很潇洒 初步打算以后 买把宝剑去公园里耍耍剑 这个老友一直羡慕铁路职工的待遇 老王打中脸冲胖子 嘴里吹牛吹上天 其实心里还是对未来充满了担忧 初初也表现得比较斤斤计较 就是这个长征 毛主席抽就大纤维 买小瓶同志妹啊 来管毛主席要来的 高低长日 我看过呢 我咋没看着呢 那这发霉了呗 抽烟怕发圈嘛 咱抽的不是价钱 咱抽个信仰 面 酒腌 您有多少钱 送金千里 面 一块一 腌 一块五 四瓶啤酒 六块四 多一点啊 九块 刚饭 换个纸笔 晚上老王精心准备好了水果和啤酒 跟女儿女婿做光荣退休 开奖致辞的时候 女儿女婿因为家里出了小三的事情 当着老王的面打起家来 老王气得先分了桌子 女儿女婿走后自己收拾了残局 老王家里并不富裕 晚上睡觉前在水龙头下放一个大桶 水龙头滴答滴答落一个晚上 成功偷得一桶水 第二天一大早把新衣服洗好 然后带着做好的早餐送去医院 当一个人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 对未来不确定 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人们就会寄希望于算命 哎呀 师傅 我发现你是浮相啊 是不是 你看 天庭饱满 地隔方圆 两眼吹劫 你看 你看这写的 妻儿老小皆如意 不许劳碌自横通 啥意思 就是说你老孩子全都如意 那自横通怎么回事的 就是说你啥都不用干 好事都主动找你来 来到医院 妻子问起昨天晚上女婿的事情 老王没好意思说 就说了自己的身盘比女婿的还要粗 自己也可以干点活补贴家用 旁边病友的女儿给老王留了个纸条 上面写的一个叫网络商务的公司正在招人 老王就去了 刚到那一会儿就被警察端了 原来是非法传销组织 随后老王考察了一些行业 有擦鞋的 也有人力三轮车 但因为各种原因觉得并不合适自己 路上还遇到了一个十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 老朋友请他中午喝了小酒 就桌上老王要撕了那个算命的 一点都不准 心里不舒服 说我是白羊座 跟安徒生 马龙 还有白蓝渡 还有高尔基 是一个命 高尔基咱知道 什么龙什么渡咱不了解 对不对 高尔基在苍茫大海上 高海岸 高飞翔 词多硬 我跟人家一样没有 我要是跟人家一样没有 咱俩俩能在这喝酒吗 大酒店 纯的扯 你知道 给爱人送饭的路上 接到女儿的电话 女儿在哭 此时老父亲急在心里 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女儿 下午老王又去参加了保暖内衣促销活动 还去以前单位宣传队的老同事的老板那里 应批演员 直到晚上 老王听说儿子找人教训了有外遇的女婿 掏出一百块钱 让儿子请了两个帮忙打人的姑娘吃饭 接着去了单位领导家里说说自己的难处 看看单位还能不能补贴些钱 嫂子那边怎么样 还行吧 那医药费 不一直都给抱着呢吗 那倒挺准的 老爹啊 看来 昨天老哥说的那句紧不到哪儿去 有点吹 一个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刚刚退休的人第一天从早到晚四处碰壁 感觉是被生活抛弃的人 让人心酸 但他还能给舞伴打电话 跳舞唱歌过后迎接新的一天 生活还是得继续